对了,青岛真是中国的花园都市,可是在这花园都市里也有优秀的工业区,更有一个在远东规模最大运异响的饮料场,便是青岛啤酒场。 我们饮酒思源,那么先看看青岛啤酒是用什么原料做的,这是青岛东北角上的牢山,港鸾起伏,形势显耀,风上有风,谷下有谷,所以古人说,泰山虽然高,不如东海牢。 从这儿向老山山顶看去便是榆林铺,泉水从天而降,青岛啤酒就是用这儿的泉水壤造的。 除了泉水以外,还有一个重要的原料,便是大麦,把这些原料经过严格选择和洗地干净送到制酒部去。 先将大麦,压碎和水混在大锅里,煮透搅匀。 再将酒酱冷却使它发酵。 初步的啤酒制成功了,再要经过两个月的时间放在零度以下的冷藏库里,这样才不致影响到啤酒的品质。 发酵好的酒经过机械的过滤,所以青岛啤酒绝对保证清洁。 最有趣的是啤酒里特有的土味,就是用这种酒花的花枝制成的。 啤酒做好了,第二步是装瓶,这是自动洗瓶机,不但洗干净才要消毒。 青岛啤酒厂的任何部门都是机械设备和科学管理。 酒瓶吸好后,再自动装酒,每天这机器要装二十万瓶。 还得经过仔细检查。 最后,再经过自动粘贴商标。 一箱一箱装好了的青岛啤酒,自动经过华送桃集中到仓库里去。 青岛啤酒鸿工厂里一大批一大批通过了汽车,火车,飞机,轮船并送到全国和远东各地去。 青岛啤酒风行全国,这是上海的营业处,从这里每天有几百箱的青岛啤酒分送到全上海每个角落里去。 销数天天增加,为什么?因为青岛啤酒既能开胃健脾,还可以治疗脚气病,风湿病,肠胃病。 营业处忙碌遗产,这要一百箱,那先送五十打,这更证明了青岛啤酒能风行一时,品质确实是好。 又为什么呢?因为青岛啤酒是流脂的面包。 青岛啤酒到处风行,为什么?第一,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维他命B,所以常饮青岛啤酒不但不害凡而强身,不但可以开胃健脾。 还可以治疗脚气病,风湿病和肠胃病。 第二,青岛啤酒的味道特别醇厚,气味清香。 会喝酒的人可以当作经常的饮料,不会喝酒的人少喝一点或是尝试一杯,也可以领略到青岛啤酒的清香醇厚的好处。 因此,青岛啤酒无论在什么地方,什么商店,什么餐馆,都可以见到青岛啤酒。 就是在家庭里,青岛啤酒成为主人敬客的主要饮料。 在公共场所里,在宴会上,青岛啤酒成了重口一词的必需品。 是啊,青岛啤酒是柳脂的面包,既能止渴又负营养,常饮青岛啤酒不但无害反而强身。 那么青岛啤酒一杯带手,真是奇味无穷。